安省長期護理廳長菲利普斯宣布將會在2月辭職 唐紀蘭報導 安省長期護理廳長菲利普斯今天透過Twitter發布聲明 說他決定不參加6月省選 不尋求連任AJAX選區的省議員 並且將會在下個月即是2月離任所有公職 菲利普斯表示 已經通知省長杜格福特自己的離職決定 讓省長任命其他人領導長期護理廳 以及準備另一位候選人出任AJAX選區 他同時透露離任之後將重回商界發展 在杜格福特政府內閣出任過3個職位的菲利普斯 在任安省財政廳長的時候 被揭發在2020年12月封城期間出國度假 消息傳出之後引發各界批評 他回國之後宣布引救辭職 不過在去年再獲任命 出任長期護理廳長